英国几天前发生震惊全球的货柜藏尸案 那警方已经援引过失杀人 购谋贩卖人口等39项罪名 起诉25岁的这个货柜车司机 也将在明天把他控上法庭 除了货柜车司机 那警方目前也已经逮捕了另外4人协助调查 虽然死者的鉴定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不过这有越南家属认为自己的亲人凶多吉少 搭上这辆死亡货柜车 他们也已经为这些不幸的亲友举行祈祷仪式 越南中部农村几个乡镇的居民 昨天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对于自己的亲人生死未卜 可能登上了英国死亡货柜 村民们相聚在一起 为他们举行了祈祷仪式 摆出他们的照片点燃相煮 对于当地村民来说 出国工作实有所闻 不过从来都没有料到 会传来类似这样的噩耗 另外由于有村民可能是39名遇难者的其中一员 昨天傍晚在神父的主持下 当地有数百人聚集在天主教堂 悼念可能在英国货柜惨案中的遇难者 英国货柜藏尸案 那家人感到悲伤难过 这些偷渡客铤而走险 原本以为可以这样让家人摆脱贫困的生活 却最后没有料到会搭上这一趟死亡货柜 那早前英国警方对外宣布 登上货柜的39个人呢 全部都是中国人 可是到现在越来越多的越南家属站出来 怀疑他们的亲人也搭上涉案货柜之后呢 英国警方目前其实不太愿意 再对遇难者的国籍身份做出回应 英国警方对遇难者的国籍身份回应反反复复 那有报道就指出 这可能是因为这39名偷渡客当中啊 至少有20名的越南国籍的死者 他们手持伪造的中国护照登上货柜 那因此呢才会让警方误会 遇难者全部都是中国人 由于怀疑死者手持伪造身份证件 这让相关单位的见证工作啊 现在是变得困难重重 当地警方设置认为 这是他们历来最大规模的死者识别过程 那因为他们收到的身份文件证明呢 非常有限 所以呢只能够靠指纹啦 DNA 纹身疤痕等等来辨别身份 不过随着有越南家庭发生 怀疑自己的亲人登上涉案货柜 警方接下来的调查重点呢 将会转向越南社区 跟越南警方方面 越南方面呢 分享指纹信息 希望可以尽快地确定遇难者的身份 另外啊 由英国的媒体也爆料 其实发生惨案的货柜 只是这一批偷渡货柜的其中一个而已 那根据英国媒体天空新闻网 转述其中一名越南失踪者 亲人的谈话 有超过100个偷渡客分别进入要前往英国的三个货柜 有两个呢 已经成功抵达了终点 至于第三个 也就是最终发现遇难者的冷冻货柜呢 却因为形成延误而被揭发 那目前另外两个货柜是下落不明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具体位置 也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情况